詞曲 夏天和�迪 在讀歌位置很多人 應該聽過海文的名字 不一定是真的蘇文的文章 如果讀他的文本 你會覺得讀得很困難的話 沒關心 因為在我們哲學學院的大學教授 讀他也讀過 他是有名的怪跟男 但是其實我做不完在做他 所以後面就是說 其實繞過他那些反覆的舞者的話 其實你要去發現厲害的學家 要摸自己給我簡單 那我今天就用那個最簡單的 在我第一部分裡頭 我集中在物這個概念 然後想說他為什麼不關心 這麼樣一個看起來很不哲學的概念 但其實背後他在思考 我們人類文化的危機還有未來 然後其實課怎麼會很簡單 因為我平常在大學就是教同事的 我的習慣面對不是正確系的 也就不是這樣的 你們知道一個人叫海德德 然後他的1927年最有名單本 諸葛叫純憂鬱時間嗎 我們把它寫下來 純憂鬱時間 你們只要記住這個 是十會就可以了 好 這裡有一個詞 叫做純憂鬱 我們通常翻一層這樣子的B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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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 你知道 在整學習地歸多 大家就是常會笑我們這些 如相學師 海德德德德 就是大病小病 OK 我們現在解釋這個大病小病的 這一類病的這一個概念 OK 海德德德區分兩個東西 大寫的B 還有小寫的B 好 好 字面上的意思 他說大寫的比例跟小寫的比例不一樣 但是我們通常只能理解小寫的比例 好 不要拉彎 就這樣講 你看這個存在這個字 或存有的個字 他其實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作為一個現代人 你覺得什麼東西是存在的 OK 那存在是有一個限定 就是過了哪個界線你就覺得他不存在 所以首先 對於現在的人 你覺得看了見負草 這個東西絕對是存在的 甚至我們現在 有時候會對著宗教 宗教的 有宗教信仰的人 好像不太客氣 會說 你們說那些東西看了見負草 那它是存在的嗎 然後甚至也會說你們 宗教說那些東西是不能夠施政的 現在的人他一定就會很難吃老氣 那你知道海盛人是一個 是有很深的宗教背景出來的人 所以你可以想像 你對於那一種宗教背景 宗教信仰是有情感的人 然後你面對這個現代的世界 你突然會覺得 這個重點都不是 我要看得到某個島可以吃這個東西 那你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 你會不會覺得說突然覺得 你信仰那個東西 常常會被挑戰 常常會被挑戰 好 大愷這個其實 他無論的時候 其實以前在做宗教的時候 就在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1927年 這根書 他專心要考慮這個問題 我們來算看看 那麼 所以做一個現代人 那麼什麼東西 其實是真正存在的 第一 看了見負草 但你接下來問 這個有沒有雖然有些人 看不見魔物照 可是你覺得它是存在的 好 有沒有這樣的東西呢 其實有 其實有 而且非常之明顯 非常之明顯 呃 舉例來講 成績就是 成績啊 數字啊 這些東西 我一下來看不見魔物照 所以現在的 你至少要相信 很多的科學原理嘛 比方說 F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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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方程式 請問 方程式看那些魔物照 但是你會說它不存在嗎 我們相信它存在 那對我 對我一些網紅學生來講 流量這種東西 看不見魔物照 但是說存在可以存在 所以 還會說 所以什麼是存在這個問題 我們該好不好 是不是應該要想像 所以它 一輩子去說 就主顧一個問題 什麼是 什麼是畢業 而它 為什麼要區分 大型和小型的畢業呢 你可以這樣說 剛才還講 什麼是存在的 我們開始想 看得見 摸得著 還有包包手 什麼 你看成績 業績 還有流量 這個東西 數字得以運算 在我們現在的眼中 就會覺得 這個東西很真實 所以你可以說 看了見魔物照 或者呢 包括數字 可以計算 以及概念 可以描述的東西 可能現在 就跟我們說 這是存在的東西 OK 但是海德的 會說 好 但從見你所有 看了見魔物照 而且你的概念 可以思考 而且你可以用數字計算 之後 難道 世界就是這個樣子的嗎 還有什麼東西 在這之外 他看見魔物照 不能用概念 不能用概念 清楚捕捉 甚至也不能用數學測量的東西 但是我還是認為 它應該是存在的 舉例來講 我記得有一個 這個 人類學家 叫 不知道他應該是 GERS還是 GERS 他應該什麼 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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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最近 以前看他有一本書 叫 GERS GERS 有看到他 描述巴黎島的故事 我覺得很可愛 他說 他 他 他 這個故事是這樣 他到巴 他做巴黎島的 也不就 然後 GERS 有一次就是 發現了 這個巴黎島 有一個老巫婆 所以不知道 你怎麼會有那個巫婆 兩個村子 好像是 要結婚 那 我記得那個場景 大概是這樣 今天 這個兩個村莊 要結婚了 那一邊的村莊 的南方 要娶這一片 的女方 然後 這位 這位 孫子裡的大祭司 就開始 開始在 辦這個禮 這是一個 他形容七十多歲 然後 他沒受過高的文化教育 但是 一看就是非常聰明的 魔花 然後 那位 魔花 魔花就說 欸 南方的冰克 等一下進來的時候 記得蛇系 繞這個彎 然後轉東南橋 然後最後就另回 然後呢 如果換女王進來的話 什麼時候 師神進來 你應該做什麼教育 然後最後在什麼地方 就另回 請注意一下這個問題裡頭 大家一定要照規矩來 因為今天這個日子 是蛇神當道 就是每一天就像是 你知道我們現在這個 上面是天蠍座啊 射手就有當道 或者我說今天換虎 虎年或當道 所以他說 現在這個日子 是蛇神當道 你們要照著 蛇行的方式 去舉行儀式奉仇 他就得罪了蛇神 各自做一個西方的知識 各自在旁邊做這個 做這個田吊 心裡很high 太妙了 這位魔法阿嬤 覺得他看到了蛇神 而且大家照顧為主 他就趁這個 中場休息的時候 在各位魔法阿嬤在那邊 抽大煙的時候 然後過去跟他談談 第一句話問的 就很不客氣 就說 阿公 你看過那個蛇神嗎 那 然後 你知道這件事情 是很不禮貌的 OK 原來意思就是說 你沒見過蛇神 你怎麼會有蛇神性啊 試試看像是 媽祖落盡的時候 你在眼睛票旁邊坐著 然後你拿說 可以嗎 你還會嗎 OK 對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問一下 就說 那你見過防護體嗎 OK 這個 就是 你沒見過 那你怎麼口口聲聲 你怎麼會有這個信仰 然後你怎麼口口聲聲說 你要照遺事啊 否則 會有被詛咒 OK 結果他 因為剛才那個行為 他說 魔法阿嬤沒受過五化的教育 但是 你看就是那種 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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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形容說 那位阿嬤一邊醜的 然後一點都回頭看 看他一點 說 好 OK 就是很妙 然後 個子是很聰明的 對 我們也沒見過禮拜二 但是我相信今天是禮拜二 就算我沒見過禮拜 你見過禮拜一他本人嗎 但是你相信今天是禮拜一 所以你給他在這裡看好什麼 對 但 那為什麼 你會照著這個時間來走 所以 這裡頭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發力道的 這些 這些原住民 然後呢 首先你剛好又受到一些現代教育 這時候你有沒有開始 你會不會問是其他一個問題 我們的信仰的存在 它本身是 是真的存在嗎 然後是哪個意義的存在嗎 因為事實上你可能接受了 我們做一個現代人 就接受現代人的這些 很多的自私的前提 可是我們可能有一半也相信 也許你心裡頭也曾經觀音存在嗎 不存在 你可能還相信有些信仰 但你怎麼去挑戰這件事情 對 它不像眼前這個咖啡杯 也要給你的一個存在 好 好 OK 所以 還在這個1927年 它提這個東西 其實 你先不管它那個反覆的入住 其實背後有很大的關懷 因為差不多從20世紀開始 西方中葉化已經過了一陣子之後 你會發現我們相信的就是這些 看那些模特兒 可以 你知道就是 金錢買得到 數字可以運算 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搞那麼多的 產業的計畫 研究的計畫 其實都圍繞了 數據在跑 但是你會覺得說 這些東西很實在 可是難道生命 就只剩這些了 所以它 我們正要問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說 如果看了這些模特兒 甚至你可以說 用概念可以補作 不要說我們讀書 做理論的人 就很詳細理論概念 所寫下的那些東西 好 那如果你是做 如果是商學院 或者其他的那一種 就是你想想說 對那種花學啊 數據這些東西 就覺得那個東西 沒有比GD更實在的東西 OK 那對來的這些都是第一 第一 換言之海人說 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 去掌握的 因為有的是用 直接看著掌握著 去 直接用手去抓 有些是用打開去抓 有些是用數據啊 量表啊 科學研究這些東西 OK 任何能夠捕捉的 它是會存在的東西 因為你一定會把 它是一個存在的東西 但是 偶爾你會問 難道就只 除了這些外 再有其他的嗎 你會覺得生命中 總還有 明明之後 我收上來 但它們應該要存在 應該要存在呢 類似像看著 你的信仰那個東西 好 還有包括 不是信仰 不只是信仰嘛 你想要信仰就想要 是宗教性的 信念 欸我相信 唉 情況還是 是要直接看得到 還是用數據 還是用量表 還是用概念 我相信正義 我想跟你懂些東西 突然收上來 但你覺得總該有什麼 所以我針對大學便宜 OK 所以你可以想到說 不管你是不是海德克 他真一個 呃 比如說 一個哲學家呢 或什麼哲學家 是因為他問的一個 真的是 現在很 呃 那個時代很會痛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你們 甚至會會覺得說 生活不應該 不應該只有這樣 好吧 OK 所以海德克問的 都有問題 但是他1920年這份書 解決所有的嗎 沒有 因為 呃 當時在西馬尼外 有世界實力 也分析的 哲學家慢慢起來 他們那個腦子 是非常之精靈 跟聰明的 所以他們 開始疑問他說 啊 叫你媽祖說來看看 就 你只是很像個小王子一樣說 呃 他們今天不代表不存在 呃 就是說 我現在正想要不要聽的 就是這一個 這個東西是誰 對 好 所以他很難講的是這一個東西 很難講的 很難講的是這一個東西 但是他必須要存在 OK 當他說不出來 剛剛接近什麼東西 他接近是 Nothing Nothing 虛無 OK 所以因為他講不講 不好講 不好講 就跟你說啊 不能夠 呃 不能夠直接看了一些 然後也不能用概念去去講 但人生中還有那些東西吧 那他是什麼 他是什麼 OK 我想你生日中 可能有時候會相信某些東西 他應該是存在的 但是 你怎麼說他是什麼 底下的存在 你怎麼 我看一下證實他 很難說很難說 他這去 竟然想扣完這個東西 你要想到的是 一個世紀之前 人類歷史 基本上 已經走向非常科學化 其實包括我也算常常 我們現在世界是一個 活在一個科學化 或數量化 對 計量化的一個 一個價值觀 這是我們信心宗教 OK 好 那 我們今天講的 概念是物對不對 好 正因為他不好講 1935年 1935年 海德哥突然 有一點想到的一次 因為 所有喜歡他的 是因為他這樣子的存留 所以有恨他的 攻擊他的 所以也因為他講這個存 不然 那是什麼 太 老人家運氣解讀 就是說 他不是什麼 能夠說他是什麼 就是小小的逼你 存在的 你後來就想到 哎 民間有很簡單的字 這個字是這樣 你看喔 你看喔 1935年 1935年 有一本書叫做 《穆德罪問號》 他發現 沒有那麼難的詞 你看喔 這個詞 孩子的 還有一個 德國人的英文也沒有 因為我跑到哪去 可是呢 他很會玩這種 他突然 明光一閃 他是這樣 他就想 你看喔 當我對 當我看到一個東西 看到一個東西 舉例來講 假設這個桌子 那你可以想像 我有一個朋友 假設有一個朋友 來到我們家 坐下 聽不得了 基雄 你這是快目 他說啊 我阿公留下來 這是 所以快目是什麼 我看別人 你知道嗎 萬一那個懂得了 或者拿你家一個茶 說 不得了 自殺戶 啊 什麼自殺戶 完全聽不懂 所以 懂得 你知道 你看到那個木 他就知道是something OK 他就馬上不要看 不得了 不得了 因為他有一部分 那範疇 他知道 你看不懂 我看得懂 好 就像我講 我常常去跟人家說 我就覺得 你叫這個書啊 他就 啊 這什麼書 要怎麼遇到 不知道在什麼情況 OK 類似這樣 OK 你知道嗎 他 所以 換言之 如果 我沒有用某個特殊的腳 就切進去 他 那看沒有人 對看沒有人 來講話 記錄是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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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就是 something OK 通常講 380 某個音響 就算 這條不得 然後有些東西 不是不存在 而是在你 也經過 說話 說話 他開始 依舊上面想到一個 這麼簡單的一個 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 為了什麼東西 舉例來講 舉例來講 今天這個 如果我跟我的朋友 在合體這樣走過去 一個合體這樣走過去 你可以想像 你可以想像 就是 我的朋友 有那些我找的攝影 比如說 你能 這個時間點的 你都要像一個 相機拿出來 這個 這時候我忘記錄 這時候我換時刻 他覺得這時候 抱歉 抓到跑 我在旁邊看他 一頓超過 他講 你在拍什麼 你在拍什麼 對我 他講 我看沒有 nothing 對他來講 something 或者你講 另外一個 你跟另外一個朋友 走在人類上面 他說 這個地方 這個地段 這個旁邊 你看還有捷運站 再過去有小學 還有這個學區 跟地段 等一下 現在遇到一個 做房 做建築 做房中的朋友 同樣是那一條河 同樣是這一條河 你看沒有就是那些 你看有的就是那些 OK 所以決定他這個地方 在什麼地方 就是在你這裡走 就有一個中間 叫做歪歪 你 你是做這一行的嗎 後來我們這次會 視野或視角 他做這一行的 他有這個歷史背景 他有感情 而且他懂行 他懂 他懂 他就真的看了 有些人就看沒有 對啊 今天有個教授 我跟你說 這個空間的結構力學 什麼什麼 你會聽的 什麼東西 聽朋友 看什麼一項結構醫學是存在的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同樣是這個空間 武林地段學區商機 什麼一項它是存在的 OK 所以海樂的 開始去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開始進入了1935年 1935年開始 這不是1927年的春日時間 你1927年的春日時間 你1927年的春日時間 清德上底定了這個家伙 我也是個大哲學家 那你做一個大哲學家 你就不是只是一個業界的學霸 而已了 你好像要負責 某一種聽證的人類 整段現代文 所以就從這個現代文 幾點開始 他開始在思考 每件事情 就是 你可以想想 他覺得這個字眼 會比他的存留來的更 好懂一點點 好懂一點點 而且這裡頭 我們看一看 早期那個模型 人家在說 那你的大哲學春有在哪 海德格說 他不在哪 他就在這 弄得大家 覺得很神秘 但其實他們舉的例子 就是 密當文明的這個例子 就是 東西就在你面前 東西就在你面前 問題是 你是視而不見 還是正宗其視 所以 海德格的這種示威方式 已經 脫離了過去 一般我們 過去 哲學傳統 想像的就是 你們只看到 事物的表面今天 而沒看到 事物背後的本質 但對海德格來說 事物沒有背後有什麼東西 他就在你前面 這是問題是 你是哪個文化的 你是做哪一行的 所以說 我們看世界角度 自動帶瑜伽 自動帶這個瑜伽 這個瑜伽 你不能說是主觀 因為我們來講 我們搞建築的 就看得到結構力學 我們搞仲介 房仲業的國主 看得到屋裡 地亂這個東西 不可能是我主觀 想依照我 所以他開始把這些文化 放進來了 就是回頭來龍 所以他是不是發現了 過去哲學說 過去西方應該說 哲學還有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 西方科學文化 或者現在很常會 因為我說 怎麼樣理解才是客觀 他就說 其實客觀 或客觀這件事情 很有可能 謀威一下 是個神話 因為我們都假想 好像這個世界 客觀的主在在那裡 然後有個客觀很安安 可是還可以更改 模式 也許沒有事物的 客觀的樣子 是什麼 還可以說完全 你不想要任何主觀的話 只有一種可能 你對著房子說 房子是房子 石頭是石頭 對 一句話都不說 否則你要說 這是什麼石頭 這是一個什麼樣 風格的房子 不好意思 後來龍就會進來 OK 那後來龍進來 是不是主觀 他剛剛一定說 不是啊 你所謂的主觀 如果說 我們想要人家 你用這個主觀 意思就是說 隨便可以捏帳的話 不是啊 除非我騙你 比如說 但你看房子 我臉低亂上去 這時候我們家 是真的是很real 所以 他也突破了客觀 跟主觀的這些看法 他摸你的東西 是整個東西讓我其實real起來 real ok 好 如果你說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你 現在 現在目前這樣講的都很簡單 都聽得懂 那轉換來 因為我以前都沒有咳的 所以我這個 我這種想像世界 皇家要到 讀哲學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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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 才會咳 才會化掉 對 读這些 就說之前我們這個理工科 就代表我心裡有一個概念 老師想我心裡會覺得說 我們理科的這些東西 我們看到 就是我們理科出也是客觀的事情 然後人文 藝術這些處也是主觀的 文化的價值這個東西 可是我們剛才講過 趙海德的人工是 沒有誰比誰更客觀 那怎麼轉 轉這些事情 因為在 凱德格的那個年代 差不多 從1940到1950 基本上 隨著兩次世界大山跨落 然後二戰之後 整個現在世界 會結構起來的時候 我越來越想聽 科學是可亂的 柯凱德格 開始來分析 他會認為說 這個意識形態 沒有比以前的宗教意識形態 好拿去 如果我們以前相信宗教標 告訴我們製成的 現在的習近 宗教是科學的宗教 因為科學的宗教 可以把外面世界 全部都可以量化 而且你會認為說 量化的計算法 到哪都是 得出一樣答案 所以你認為說 科學是最可換的 但海德說 如果依照他這種看法的話 你將不會這樣去想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再來盤整一次 所以應該說 1935 然後1938 世界互相時代 1955年的科技 所以我們有沒有發現 海德的後半身 一大部分 其實在處理科學問題 還有科技問題 那一個哲學 怎麼處理科技問題呢 原則上他追溯歷史 然後也跟你分析 現在這個世界的結構 你相信是什麼樣的東西 好 第一個我們參加科學 海德有在問在故的時候 他在問的一個東西 他說 我們都知道 牛頓很微 牛頓是近代科學革命的低俗 然後還有加利異 加利異 他真的去抓科學師 回去去看這個 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比方說 加利異異不是搞一個 自由有體驗嗎 然後他去找科學師 把那個歷史挖出來 他發現 我們對那段歷史 有很多的誤切 比方說 我們覺得近代科學 是屬於成功 是因為近代科學 人家講 驗證 可是他發現不對啊 科學才大的鼻祖 加利異本身 驗證是失敗的 因為他當時 炸氣他的時間 其實是失敗的 他是有落體時間 石頭跟羽毛 當時是失敗的 但是他還是成立的 他還是成立的 然後呢 加利異異的下一代的 下一代的 差不多隔了三十年左右 牛頓出現了 當時氣壞了 所有無理學前輩 因為三大利旅報是第一條 那些前輩就會說 什麼叫靜著很驚動 這很動 這件事情 每隔十年了 每隔十年啊 我們在回憶一下 以前多麼老師 教過我們的東西 這個東西 你在一個平面上推它 如果粗糙的話 它一下就停了 同樣的一樣 如果它很光滑 它可以走很遠 然後牛頓做了一個推敲 如果假設 它假想 第一個東西什麼時候 停下來 你施餘它的力道 跟 跟 就這個摩擦力 所發言整款 做了一項 抵消的時候 它會停下來 所以它才想一個 如果是完美的 沒有摩擦力的平面的話 那你施餘它的力量 它這樣什麼時候 停下來 它動什麼能動 因為沒有給它抵消 這件事情 為什麼無法驗證 不是因為人類做不出 那個 零摩擦力的空間 而是即使我們做得出來 就是它在很動 也就是它永遠停下來 我們沒辦法 像上帝家 活在永恆的時間裡頭 看到它永恆才動 這個一旦做起實驗 它有任何的驗證結果 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驗證失敗 所以當時無理學姐們奇怪 這條正條 到底給不可以驗證 我們科學是要講驗證的 所以這很有意思的 我們以為近代科學 重點來驗證 但其實不是 所以海德德去挖 這個歷史的時候 他開始講說 那麼科學到底 近代科學的精神是什麼 近代科學的精神在於 我們想到F的NNN模式 因為牛頓的物理學 他在計算 你這個重量是N 然後你推一個東西 給它一個加速度F 然後呢 這個模型大概是這個樣子 F F F XA OK好 大家回一下火中 那你如果說 沒有人推東西這樣 不會的嗎 你看空姐也是這樣 沒有這樣大 很大東西的 我們有時候會有個鞋子 講 沒關係 F給它升級頭山西塔 我們繼續算下去 沒關係 你能回一下 國一國二的數學 對不對 這時候有在說 但尤其是拋物學的原因 後來牛頓晚年 跟乃吳立志在競爭什麼 這個所謂的 那你叫什麼 問幾分 那為什麼要搞定個幾分呢 因為讓我們回想一下 我們以前算過的那種 無聊的數學題 一個線然後把一個球 然後給它甩 有周邊動 然後我們再算那個 切線的斜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演講 看切線斜率 我覺得真的很無聊 但是這個東西要幹嘛 因為對牛頓來講 這是有意義的 因為一旦搞定這件事情 它可以告訴你 外在聽文學觀測的心體 還有所有你看起來 看似在座椅 或拋物線運動的東西 其實表面上看起來 是走拋物線很遠的 但是它每個瞬間 它依然可以用 直線運動來做一個解釋 一旦這樣解釋的時候 牛頓作為科學的鼻祖 近代科學的鼻祖 真的完成了 為什麼 因為上天下地 天上看到星期 地上看到說 所以所有的這些運動 全部都可以用它的方程式 來解釋 而這一步 主要是這種國際格式 造導致了所謂科學革命 所以科學革命 終於不再有很多驗證 而上早到了一種解釋 眼前世界的方法 全部是用計算式解決的 而從那天起幾百年的發展 我們能內偏把封面封離水 變水離火變火變的時候 我們更相信了 外面這個天跟地本身 它沒有它自己的 什麼本體的深刻的內涵 你就計算它就是了 你就計算它就是了 所以你們看 這跟古典模式差很多的 這跟古典模式差很多 你去想一想我們這位戲 可能如果讀中國哲學 我們要讀以前七十段 你知道解釋怎麼 解釋六個四句話 錢花天行見君子以致想不息 第四句君子以後的在路 人地與天地之間與天地散 做了主事要如此 要如此的像天一樣 然後要要那個白 突然在這個事態講起來 突然感到大家一看 因為以前的那個模式 就是你一下子毀掉 你可以想像 海胞瓜說詹仙書 或指揮頭術裡頭 會說你的命空 然後什麼這些東西 這些都在現代世界裡頭 這個解釋不是突然變亂打開嗎 所以過往的世界 就是人跟世界的關係 全部數據化 數據化 OK 這個會代表什麼 代表另外一個什麼東西 第一 或是這種科學和平的話 你看我們眼中 我們每天醒來 就會面對 我們可以說三次的關係 萬一這個世界是什麼 古代是用展形術 是用指揮頭術 用其他的方式 但是現在全部用物理學的方式 解釋完了 好第二層 那人與人的關係呢 隨著空間和平的發展 人與人的關係 他的主導模式變成計算 也就是代金的一種 人與人的關係 老闆還有這個社會說 問你 你做什麼樣的人力志願 你能夠提高 你能夠做什麼樣的產量 你可以做什麼 所以我們進入了一個小時候 中心成績 長大之後看了一頁記 就這樣一個時代 對 那現在還包括休息的時候 要看看我們的網路的流量 然後 原來我的存在感 完全都用數據化為表現 很在意的 就 就變這個樣子了 OK 好 這意味著什麼東西 因為海德克在 後面1938年 他先看到了科學革命 然後他才看 他才回顧 後面工業革命 導致的企業混化 他就想 以後世界絕會不會變成這樣 他舉的例子滿實在的 他舉的例子滿實在的 他舉的也滿實在的 他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萊茵克 他說 有點像這幾年前 中國在發展過程當中 他們組三峽喇叭一樣 他說萊茵克一旦開始燃料撫發 那是第一次 德國萊茵克要做這個水利工程 他變成高低水位 查了一條河的時候 那麼眼前這條萊茵克 再也不是 你看他們古代應該也有他們私人 他說赫德林的萊茵克 就像是三峽 中國三峽被流到之後 他就不再是米白的那個三峽 他直接就水利了 他有一點是從補過酸合成 直接變成白油 他就是有力量代表的人 我計算他 我運用他 他說這個東西還會變成 現代人員的關係 他還會變成怎麼樣 從工廠 從企業 然後從副架機關 他變成是一個大型的一個機器 而包含人 換穿成人力之源 然後放在鋪設在各種點 說回到你我被運用 OK 當然你還是跟文謙說 人不只是這樣 可是不好意思 就是回到所有的社會現實 大家還是這樣看 對 那等到那一天的時候 海德跟1938年 他寫了一個紅色話 說你等著看 有一天 知道你會把人稱呼為人力之源 然後想1938年 你沒很久 我2000多年在寫波爐 2011年左右在寫波爐 就想 欸這不是在粉色 就真人力也成功了 所以加起來畫一個辦法什麼會重點 OK 因為他預設了這整個邏輯就會變這樣 所以我們面對到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自然 我們跟自然主要關係 主要把自然變自然之源 我跟人 人與人的關係主要把人變成力之源 而且這些完全是用數學化的方式去計算 好 這就是他在談悟 所以這時候他就問 悟這個詞 你去講 因為你頭有悟有事物 人事物都可以用這個詞 所以他說 悟這個時候也是不再被看見 我跟他講 不再看了 不被看見了 他直接轉化成喪 他只有兩條路 喪心或那些 就好像是 你去想這個悟可以放在任何一個 放在任何一個地方 比方說我學的是哲學 那哲學有這件事情嗎 哇他畢業了 他才會問 那你哲學要做什麼 就是那個感覺 他到底是 那sing 還是以後可以相信 那我不該教訓他哲學 我媽就說那你要做什麼 對 就很多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想問問自己 我做一個人 是一個事物 那我以後是somebody 還是nobody 對 ok 那 所有的事物就擺在那裡 但是你知道嗎 就是一旦他不能夠放到這個連鎖體系 背 背以後被想像他能夠做什麼時候 那麼 他就 生鬥了事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你的 還有現在這個社會 他身之為 這是一種我們去 去所要他 我們去challenge他 英文叫challenge challenge 我去 我去逼問他 你能有什麼用 給我炸去所有的資源 給我出來那種感覺 所以 他認為這整個情況下 這個社會 有195度的年 他那個科技的專門就說 那 如果這樣的話 那麼我忙 我會讓私人物做他自己 做他自己 做他自己 好 所以 剩五分鐘 糟糕 就剩五分鐘 我這樣講 因為 我先開個場 到時候 下面話我講的話 我再把它說 想要有什麼地方 ok 第一個 你出來一個概念 你們會聽過 1936年 他寫一書作品本園 其實一直要談一個人 你會覺得說 應該做兩個走線 當他在考慮科技問題 從193538到195年 同一個時間點 你都數得出來 1936年的一書作品本園 1950年 大概所謂的走向民主制度 不管你怎麼 一邊講科技 一邊在講藝術 所以這理論 還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藝術很有可能 是解決 現代世界問題的方式 可是很解決 很乖 魔鬼像很乖 ok 比方說 他1936年 他藝術作品本園 他說 帕德仁神廟 他說 帕德仁神廟 之所以是神廟 他當時看到的 希臘的帕德仁神廟 是蓋在那個崎嶇不平的山坡上 但盡可能柱子讓他 視覺上看起來 他是很高的 而且四根柱子 他是沒有牆面的 也沒有屋頂的 但是他在他想像裡頭 瞎了 你再進入到這四根柱子裡頭 他自然他已經是神廟 圍出來的天地了 圍出一個世界 然後他說 你去看 在崎嶇不平的地方 盡可能建立起庭的東西 ok 這是希臘的志氣 不可為而為之 另外一件事情 跟我們今天的 蓋房子的方式 武漢一樣 它不是空地式的 所以在那個柱子裡頭 你會發現 他還看著沒有頂 可以看到天空 然後底下並沒有平坦 所以看得到祈曲的地面 然後四邊是希臘 周圍的這種 雅臉附近那種海風的親子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個柱子會遇到成不壞話 我想海德樂自己 有一點牆舞的地方 但是他發現說 時間進來了 也就是說 希臘 古希臘人 在他的想像當中 他們知道什麼是世界 然後什麼叫大地 然後整個藝術作品 可以說到這些事情 為什麼 他說人 希臘人知道 人這種動物 跟其他動物不太一樣 其他動物只要能夠生存就好 但人這個動物很特別 他非常有意義才活下去 而且他這篇文章 其實也有點在回應 尼采的一句話 也就是說 你知道嗎 這個生命本身是 無所謂有意沒意義 可是人活著 就必須為自己的 活下去找一個 編織一個故事 而尼采以前 不過一句話 就是說 希臘人 好像很善感 所以不會欺騙自己 所以他知道他自己在做夢 並且繼續做夢 也就是說 這是我知道我可以為之的 生命本身 生命本身不左右有意沒意 生命無所有有真理沒真理 他無端端來無端端去 但是身為為人 我必須得這麼做 而且我做的時候我只能 怎麼去表現我還意識到這件事情 就是我讓這一個建築物 他共生還是附入在奇學的地面上 天空的海 我看得到 千海這個 你在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藝術也不會是哪個地方解決科學問題 但是他其實想要調查 他是說 一個人知道 一種文化 除非非常的勇敢 他才會知道 他自己終究是有限 我知道自己是有限的 我還是要努力維持那個有限的東西 但是我同時 讓這個有限鋪漏起來 我不偏偷自己 但是他這裡頭反照的 剛好是科學跟科技 好像剛才說 這個東西是普世間的 這叫鐵魚的 對啊 那這是一個 還可以給藝術作品 最後一個概念 最後一個概念 對不起 對啊 你講說 晚年他走得更走火入魔 為什麼是藝術呢 OK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我博士路走到最後這一關的時候 我真的想哭 OK 我們很期待 最後怎麼用藝術來解決 我們這個人世間這個邏輯 然後呢 他開始回到 德國的原始的這個地方 他說 你知道我早期在這種宗教的基石裡頭 他說 比方說 這是個杯子嗎 在基典裡頭有酒 在基典裡頭 我真的這個酒 要做這個儀式 裡頭的酒水還去天上的釀 然後 這個杯子是地上的土捏 像你這個人是一個人 在基典裡頭 你突然感覺到神聖 所以單是一個物件 天地人神 四方 聚集在四方 我心想 不會吧 我一直在想 怎麼解決科技問題 然後最後 絕招是這個天地人神 四方匯聚 啊 我傻了 我很焦慮 就是 就是 這就是海德的最后的這個答案 我跟我老師說 你這一關我不聊 就是 我老師就說 不是啊 我做的事情 你覺得海德哥怎麼講 就怎麼講 但是 老師他沒說服我 你可以想 然後我就 我就跟我老師 你想像在一個科技大樓 然後或者周圓友 就跟他說 我們要用天地人神 來解決我們現在科學問題 然後用我來請你一杯咖啡 還是什麼 那老師 我就說 你就照他這樣講 我想很久 所以我那一天跟 附老師在聊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 那你剛好練了很多招 我才想到 啊 我其實最後在這個 最後這個地方 我委婉了天地海這個 凹過去 我就說 不是內容 天地人神 可以解決科技 而是說 海德在這裡 跟附老師學的概念 他在思考 一種新的思維模式 思維模式 這個思維模式是什麼東西呢 陰謀 一個東西 凡是適合任何一個東西 他稱之為same same same 或者same ok 他把東西畫 ok 有點像是我們東方哲學 那種文化 而這裡頭一定有他的其他 這些結構條件 所以天地人神 其實可謂六方 可謂八方 我記得我們那些 我是 學長學姐說 他為什麼不能六方 為什麼不能八方 他說 我後來本來 他的這個邏輯格是 可能 也就是說 一個事物 當他成立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就像是 我在這個季節裡頭 賣一杯秋水給你的時候 他有多少條件在請求他 好 ok 而一個慎重的 一個慎重的行為 政治也好 宗教也好 我們其實要把各方條件給榮受進來 而這也符合還這個一貫的 就是說 沒有那個思維是 是絕對 沒有條件的客户來辱進 一個東西的妥當 跟他的實在感 純粹看這個做事情的人 他把多少的 這種多元的價值 現實的考量 把他給 Settle down 在一個動作 一個事物上面 ok 那 我後面就 開始去 所以我才說 我用拉圖的這種 這種想法 因為我記得 人類學家 拉圖 講過 就是說 我喜歡他的例子 說 當賣一個摩位 你得到做一個跨國的大橋 如果是低度開發的國家 絕對會跟你想說 這個經濟開發搞得成要幹 或者這個技術我們做得到來幹 但是我想 越高度社會的 越是現代化國家 他不會是考慮到 技術做不做得到 經濟做不做得到 他還有很多社會分配的問題 比方說 兩個地方 他連起一個高 他這樣想的話 你會不會讓原本 你心裡頭是想到那個窮牆壁 可以帶來經濟開發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把人家的低面貴 他的資地能不能回下來 植物質類問題 所以要不要把這個東西 也放進來 所以作為價值 所以我們要先讓他 一座橋一個東西 他應該 要多少考量 或者你看 科技STS裡頭 有一個叫Winner 他也許多一個我喜歡的例子 非常簡單的例子 他說 美國的都市道橋區裡頭 這裡頭 有一個那個道路 然後就有一個 所謂的上面 這個這個橋 橋的道路 然後那個法案 要不要爭議很久 到底要三公司還是1.6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這也很多事 就很無聊 但是其實有 這個東西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他決定的是 公車能不能通過 萬一之如果他只有1.6的話 萬一之只有中產階級 白樓開著那個車的 才能夠到橋區 那這個價格就貴了 但是我萬一讓你公車能通過的話 那就代表黑人 貧窮的人 也可以在那邊租房子 那麼這方面 又要 悠悠這個地主會變成建家 所以這裡有一個 沒用物品本身 就只是一座橋 但他不能只考慮到 經濟開發問題 不能只考慮到技術 考慮到技術問題 而我後來發現說 喔 還很有可能 哇 你不是指貼力的人 你可以在這裡查掉 政治的經濟的 教育的人文的 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後來 所以我們 我們就把它解決到 這樣的一個地方 OK 當然我今天 開始就講到這個 就是 回到這個字眼 叫一個物 一個物當呈現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到 它到底 一個法案 或者一個東西要成立的時候 我們可能能不能進很多元的 去考慮到它 它牽扯到多少東西 所以當我們思考一個東西 是思考一次網絡 而且是火的 不知道在變動的網絡的話 我們會不會有一種新的 面對這個世界的態度 我們會不會有一種新的 感谢观看